已经可以不讨论技术了 但我还是要说 他们的技术太好了 对啊 就是这个动作 对你们也可以介绍一下 你们的职业角色 就是 就漫才是这样的 他一般分成两个角色 一个是吐槽的 一个是装傻的 对然后在装傻的时候 比如说他说了一些 奇奇怪怪东西的时候 我要打断他一下 就这个就是打断 他其实是要吐槽 我就是说出你们的心声吧 一个好的吐槽 就是比你们快个0.5秒 对 然后把那个小手 小胖手拍到他的身上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定式 就是漫才表演 也许就这个是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动作 对比较经典了 对对对 但是他们呢 今天用这个动作 演了一个吊孩子 我是很佩服的 对那个反复的吊 可能大家就很了解 漫才以后 可能才要演这个 但是你们两个像我们 好像大家也没有太看过漫才 也能接受这种包袱 对对对 太优秀了 真的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是的 但是还有画面的 是不是还有画面的 好 谢谢 因为我们的舞台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有过多次漫才组合的尝试 甚至我本人跟王建国 也有过非常失败的尝试 请听题 一所小学校园里啊 饲养了母鸡 二十只 二十只 黑兔子的数量是母鸡的二分之一 而白兔子的数量 是黑兔子数量的一百六十五倍 一百六十五倍 请问 白兔子咋就这么多呢 我哪知道 说实话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看漫才 别骂人好吧 什么时候 真的 夸你两句就不要骂我 对因为就是你很细很细 所以你 舀得很死 对 舀得很死 就是配合要默契一些 对对对 非常厉害 我们这个舞台上 对就是刚刚说到的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 多次失败的漫才尝试 让我们以为 可能大家就是不爱看这玩意儿 原来是因为才华不够 就是演的不行 就是演的不行 人家演的好的 是可以让观众接受 而且根本不在乎 它是什么 什么漫才不漫才 脱口秀不脱口秀 什么技术不技术 就是好笑 对 恭喜 恭喜